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男友 这一期有两个男友出接引 大家一直提议说让我哥一起入镜嘛 也不是说我哥害羞不愿入镜 而是我觉得没有好的主题 前两天我让他穿一件什么衣服 他说他穿不了这个颜色 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我们两个在穿衣服这个方面好像还挺不一样的 我就很爱穿衣服 我有很多衣服嘛 但我哥可能就觉得衣服能穿就好了 而且买个单品希望每一件都能搭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把这个差异化拿来录这期视频 我准备了五件上衣做了两种参考 同样的款式不同颜色 但是风格不同 我选的也基本上是夏天 我觉得每个男生都会有的款式 就比较基础的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接着看下去 第一件单品我选的是夏天比较常见的印花的T恤 我选两个颜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黑色 我觉得这是夏天最常见的两颜色 大家基本上都有 但它的印花的部分是有一点这种胶硬的 但上面是有点磨砂剂感的 我觉得这个细节还蛮不错的 我给我哥穿的是白色的 然后搭配的地方我就是比较简单的搭了这一条卡其色的裤子 这条裤子就是日常比较常见的那种卡其的布料 也比较薄 很适合夏天穿 你可以裤脚卷一下 然后上面是这种松紧的 是比较休闲的 我觉得夏天搭T恤刚刚好 我的话就是这件黑色的T恤了 我给它搭的是这条牛带裤 这应该是深蓝色吧 对 它是有点直筒的 所以穿到腿上的时候会有点稍微堆积的感觉 因为我选的胸稍微宽松了一点点 我想要把这一套穿的就是有点日系休闲 有点阳光大男孩的感觉 所以我这一套也没有做过多的搭配或者层次 可能唯一一点层次的地方就是 我会在T恤里面搭一个白色T恤 补领子部分露出稍微一点细节 大家如果热的话就不用穿 没关系 今天的视频 Miranda 会go一会儿 I need you I feel so down I feel you I won't stick around We're knocked out Don't need another round 接着呢就是第二件单品 我觉得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这种条纹T恤 然后是这种比较宽的条纹的 我选择两个颜色 一个是黑白的 一个是这种卡其色的 卡其色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的不一样 所以我把这个颜色留给我自己 让我哥穿这个黑白的 我就加上了刚刚我穿的第一套 洛克里面的这条牛仔裤 简简单单这两件搭就OK了 可能会搭配帽子和包 像我哥他可能就只有几顶帽子 或者几双鞋 各个你的日常里面都会用到的 然后包的部分呢 我哥可能就只有我送他这个包 就用腰包黑色的 就很百搭的这种 一年四季都是背这个包 所以我也贯彻这个思维 所以这期视频呢 从头到尾 基本上他就只有这么一个包的出现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也没有多余的包 鞋子的部分呢 我也基本上用的是他自己的鞋 我呢就是这件卡其色的了 我搭配的部分 我选这条 这和刚刚那个前面第一套路 可不一样 这它是有一点西装的质感的 但是它是那种小脚的锥型的 所以会让你整个腿型 看起来特别好看的一种 而且这种裤子 我觉得是夏天 很适合夏天穿的 然后在配饰的方面呢 我就会搭一个礼帽 礼帽 然后再搭配他穿一个凉鞋 这样感觉就是有一点混搭 但是又有一点夏天度假休闲的感觉 这就是第二套 我们看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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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是第三个 第三个我选择的是这种短袖衬衫 然后这种衬衫我觉得很多人夏天的时候会想要尝试不同的款式 会想要穿衬衫 但又觉得长袖衬衫太热了就会考虑这种短袖衬衫 然后我选择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种藏青的一个是这种白色的 我觉得这种白色可能会比较难搭 所以我就把这个藏青色的给我搁 我会在衬衫的里面搭一条白色长袖T恤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短袖的衬衫不太好穿 有一点像爸爸爷爷穿那种款式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提倡和建议大家 如果你没有那么怕热的话 可以叠穿一个长袖的T恤 然后这样会让你整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我会思考我该怎么搭这个白色的衬衫呢 因为我给我疙瘩的就是全部扣子扣上 我想说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应该要敞开给大家有不同的参考 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 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 可能是因为我自身条件的原因 所以打开我就不太好看 最后我还是决定把它全部都扣上 但是呢我会提供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就更加具有我自己风格的 这首要就是个人的 Hmm 就比如最好看 但是我现在就不是太过谈了 所以我会有想象吗? 是不是肯定的 所以我会想象象差吗? 不是很值得的 所以我聘用这个品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个单品是什么呢 是这个格子衬衫 你可以动不动你就是夏天的时候 可能今天有点冷或者降温了 你就搭个这么一件格子衬衫 你里面随便套一个T恤都可以出门 然后我选的这个衬衫呢 它的面料是有一点法兰容 但是那种薄的 你们可以想象它这种感觉 它摸起来很舒服这种面料 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颜色是这种有点灰色的 这个是有一点绿色的 它的颜色很细微的差别 我给我哥的是这件 然后呢我里面会给他 搭一个黑色T恤 搭一个黑色T恤 其实跟我身上这件是同款不同颜色 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胶印的 就是它是有种立体的 摸起来会有种 它这种也会有 所以就会显得这个黑色T恤 会有一种隐秘的设计细节 我的部分呢可能穿的就不一样一点了 我是这种有一点绿色的这一件 裤子部分会搭这一条五分裤 左右感觉的 有种工装的裤子 然后它重点是它腰头的部分 不是这种松紧的 是这种腰带的 如果你夏天想要穿这种短裤 然后你有想上衣往裤子里塞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松紧的 因为松紧穿起来太像那种老大爷了 我会把钮扣全部都扣上 然后把衣服塞进去 重点来了 我会加上一个橘色的领带 因为我刚好有一个橘色的鞋 这样领带和鞋可以有一个呼应 暗色的同一色一身 你就可以用特别亮的颜色的小配饰 去装点它 就不一样 就是我还蛮喜欢那种搭配方式 我会把鞋放在这里 最后一件单品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所有人的衣柜里都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典型 可以拿出来 说一下我还蛮喜欢的 这种款式就篮球背心 我给我哥呢是这件黑色的 黑色的比较就是这种篮球服 然后也是比较基础的搭法 就感觉穿上立刻马上去打篮球的这种 因为我就想说保留最原始的感觉 所以我里面会搭一个白色的T恤给他 然后裤子部分就穿这种运动感觉的 有一点素杆的面料的感觉的 然后搭起来呢就会稍微有一点韩饭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可能满脸问号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套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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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 所有的内容了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不知道你们看的开不开心 然后这一期视频 所有的衣服呢 都是来自于这个品牌 他们的衣服呢 不仅是版型 面料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而且进去之后 你绝对有惊喜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我觉得你肯定能讨到你喜欢的 大家不要进去之后被外模吓到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 外模可能就有点距离感 但是其实呢 你们也看到了我的展示 和我的上升 你就会发现 这些技术款式 大家可以穿的很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穿的大众 实穿一点呢 你可以参考 我给我哥准备的 如果你想穿的像我这样 技术款不一样一点 可以参考我的 对 还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 一些不同的灵感吧 那么真的要说再见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哥哥要不要和大家说声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